今天你的企劃就是 我們要拿20萬 然後罰給10個女生 用200萬來拯救私足上 刺激胡志明經濟 我們等一下會走一條 是talking bar為主 那個不要進去消費 因為你是外地人 根本不知道你會消費多少錢 蛤? 我給你 謝謝 咦? 咦?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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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追蹤我 拜拜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胡志明 日本街 去年來日本 去年來胡志明 中的就是日本街 那我們今天要再訪日本街 再訪紅燈區 到底會怎麼樣不知道 可是還是要和大家說 日本街就是吃日本料理 對不對 對 沒錯沒錯 我們先去吃一碗拉麵 純正日本料理 對 我們吃完拉麵之後 再和大家分享 然後這個拉麵我發現它很特別 它竟然有沾麵 zuge men zuge men z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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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然後28萬 不過它這個應該是比較貴的 有蝦子的 我們進去看一下它的那個菜單 謝謝 謝謝 2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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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沾麵只有這種 反正我們就叫2萬發 28塊的這個 通常我們要點餃子 吃 大概就要點餃子 水餃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整個企劃 今天的企劃就是我們要拿20萬 然後發給10個女生 我們剛走了一圈 然後覺得 蠻容易就給到10個女生 一間店就直接10個 你全部絕對直接被搶光 你在第一間店就一定會直接被搶光 然後 你要死守 更好玩一點 對啊 你跟他們猜拳 不要 這個會讓用很多時間 然後我走不了 整間這樣出來直接圍你 對對不行不行 就路過給了就走 好 我抱一下嘛 觀眾應該會想看你抱一下 可是我不想抱啊 也是 對我們主要是來吃麵的 吃拉麵 對啊 鄭仲柯大家講一下 胡志明第一駿日本街 是真的很多日本的產品 真的 我們剛剛看到伊札蓋亞 伊札蓋亞居酒屋 應該至少就 七八家到十幾家都有 真的 師傅全部都是日本師傅 這個都是日本師傅 我剛剛都用日文跟他溝通 我剛剛我們走了一圈嘛 目測女生至少 三到四百人 有 有 有 絕對有 有點恐怖多耶 而且因為現在下著毛毛雨 他們都沒有客人 而且三到四百個是 那個外面的 裡面的還沒算喔 是嗎 對 裡面還會有 裡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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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今天主題是 用兩百萬來拯救師族上 刺激胡志明經濟 我信你個拐 你這個招老頭姐壞得很 我覺得 老索輝他是很標準的 拉麵店 你看 他SKAMMAN的湯這麼濃 很濃稠耶 很稀啊 哇很稀喔 要再濃一點點 喔 喔 餃子來了 餃子 很像燒賣的餡 代表 還行 跟日本在日本吃到的不太一樣 喔他是蝦子啦 你看 蝦子啦 海鮮啦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SKAMMAN SKAMMAN就是粗的麵嘛 喔 沾麵他一定要用粗的 然後看一下 這蝦頭湯很厲害 他跟一般的SKAMMAN不太一樣 他是 他是海鮮為主的 一般是豬肉 豚骨 豚骨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要麵那麼濃稠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吃一下你的湯 好 每看你吃我就覺得整個很餓 醬油啦 對啊 這醬油是醬油 試一下 還不錯 挺濃郁的 這可以耶 對啊 OK我先做我這個 他是因為 我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所以我現在有點接受不到 因為他是 海鮮味很重 這不容易做 因為這種你只要 不夠新鮮 他就有那種海鮮燒味 有腥味對不對 我看我日本好像不錯耶 哈哈哈哈 要不然你怎麼能去日本拍片 那是因為 泡泡玉老師教得好 哈哈哈哈 大 一句 気持 駄目 不然你以為我去日本幹嘛 我們等一下去問一下 泡泡玉要多少錢在這裡 這應該不是泡泡玉啊 沒有 就是純粹的 喜慾 可是要奉勸一下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走一條 是talking bar為主 那個不要進去消費 因為你是外地人 根本不知道你會消費多少錢 那你去走走就好了 就當做公安警察 太恐怖了 蛤 謝謝 我給你 謝謝 不要 我給你 我給你 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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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你好 好恐怖 怎麼可以這麼恐怖 我覺得你剛那一段應該沒有拍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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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可是我不想抱啊 他嚇到他說 這是在幹嘛 這應該沒有了吧 這邊沒有 這邊停車場 停車場 對 我現在好像Cherry在前面 我前面是停車場沒有 不是 這裡有一間Cherry在這邊 等一下 看一下 他應該不是不來撞吧 哈哈哈 我覺得姿勢真的有一點 我們可以跟他走 他問他 他問我嗎 他問他 不說他 他問我嗎 他問他嗎 他問他嗎 他問我嗎 不要打擾我 拜拜 你去哪裡 我的肚子很大 你有幾個小孩子在那邊 我給你錢 你不要逃我 謝謝 謝謝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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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問NOW耶 啊啊啊我在幹嘛 我去找個桃子 我去玩 你去玩嗎 我知道 很多女生在玩 你去玩嗎 你去玩嗎 我去玩嗎 你去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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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知道 你去玩嗎 我去玩嗎 我們剛剛送了七張 一百四十萬 還剩三張還沒送 然後不敢送 太可怕了 太可怕 太可怕了 你送了一個 你剛直接一個抱 你們有些畫面沒看到 是因為沒有拍到 我們兩個同時就被圍起來 對 我真的覺得 日本街的 很熱情 在運動 一直在拉扯 真的 而且我很不喜歡他們有一個東西 拉你包包 很喜歡拉我的衣服 拉我的包包 他們是用拉的用踹的 那很不對 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竟然被認出來了 對 我就是 進去 左轉 第一個彎我就被認出來了 他怎麼講啊 他就說 那個就是那個 馬來的那個 YouTuber 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帽子忘了戴 然後竟然還被認出來了 這次是誤闖紅燈區 對誤闖紅燈區 誤闖紅燈區 對對對 那這次是 再訪紅燈區 再訪紅燈區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我覺得 這影片我覺得流量一定不會高 不過希望大家幫幫忙 幫忙 點讚留言 有什麼結論嗎 你要不要點讚 然後就 你可以 私訊分享 哪一家比較熱情 你覺得我會知道嗎 我沿路就是在跑而已 他們太恐怖 反正還是那句話 Talking bar少去 因為 基本上它也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Talking bar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會花多少九千 對對對 這倒是真的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說是 沒有我跟他 Cocky 我覺得你是一個 有教育知識性的網紅 嗯 所以說你要 啊我知道你要講Cherry啦 去找Cherry就對了 我不知道 又是你朋友是不是 對 那是我朋友說 我不知道哪一間喔 我不知道哪一間喔 Cherry好像是最大的 有兩三間是不是 哦是哦 不過他們這裡最屌的就是 你半夜三點來 還可以跟你釣三個女生過來 30個不是三個 還可以釣30個 因為他們這裡其實是靠業績的 哦是哦 所以他們沒有底薪 我朋友說的 學到了我學到了 我朋友說的 感謝知識性網紅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們其實工作到很晚 他們也是體力活啦 也是體力活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啊 喜歡這個影片才可以看到 點贊 訂閱打開小鈴鐺 追溯看到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咱咱咱咱